主料,南瓜码头一个,鸡蛋两个,辅量,罐头午餐肉,萝卜牛,盐,黑胡椒碎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南瓜码头切片,一个码头切四片,罐头午餐肉切片,二个鸡蛋打散,加入萝卜牛自种的萝卜牛,蛋液里可放适量的盐,黑胡椒碎,刷子沾少许油,刷在骨圈去地上, 盖上盖子接通电源运热,此时的电源指示灯为红色,待电源指示灯变到绿灯时,说明运热结束,戴上手套打开盖子,连同中间的烹饪板一起打开,放入一片码头,铺上二片午餐肉,撒上萝卜牛,把中间的烹饪板急锅圈放下,在烹饪板上倒入适量的蛋液,在蛋液上放一片馒头,盖上顶盖, 需要加热五分钟,馒头是比较密实的,加热时间要长一点,加热的时候,可随时打开上盖炒卡,五分钟后打开上盖,馒头一变焦黄,戴手套把烹饪板手柄从右边转向左边,顺时针旋转烹线板, 提着锅圈的把手,把锅圈一层层打开,看到一个馒头汉堡,散发着香气诱惑你,用牧场取笑汉堡,一个汉堡就做成了,烹饪技巧,做一个中式汉堡,连同准备的时间,也就十几分钟,都将几先做上米糊,正面早餐机开始工作,出来二个汉堡,米糊也就打好了, 中式汉堡呆配黑芝麻扎两米糊,热乎乎的一顿早餐,吃饱喝足了就开路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